谁能想到在鲶鱼洞里面 会掏出一条巨蟒出来 当和马特看到立刻上前压制住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蜡条 比大腿还要粗一圈 三个人才能勉强扛起来 少说也得有百斤重 光是上面的脂肪救过他们撑到挑战结束 原本我以为接下来就是烤肉大餐庆祝时 瓦斯告诉搭档像 这样大的巨蟒 是会被当地土著所供奉 不能够伤害的 要是我们吃了 怕是就走不出这雨林 马特那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现在却说要放生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这事是瓦斯抓到的 但一句话都没说 从眼里看出那是相当不舍 不知道大家觉得抓到这么大的蜡条 拿去清蒸还是红烧好呢 三人组看着蜡条越溜越远 他们肚子的就变得更饿了 距离挑战结束还有九天的时间 虽然把巨蟒放生了有些可惜 但是还是有办法能搞到食物式的 除了狩猎抓鱼外 不要忘了 但那里还有个番茄种植园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 已经长大了不少 我就好奇在挑战结束前 能不能看到番茄 而马特正在丛林里寻找猎物 他已经适应这里的环境 很快就发现有动物活动过的痕迹 沿着走过去看到树上有只树鼠 想都没想直接拿起弓箭试了过去 直接命中要害掉了下来 不得不说 马特这眼神是越来越好 树鼠在上面趴着都能看到 这要是拿去炖成肉汤喝 肯定非常美味 马特觉得这里的资源很多 只要继续这样保湿下去 待到60天都不是什么问题 但看到马特手里那种树鼠 眼睛都快要发光 不知道是不是肚子太饿了 他感觉这树鼠闻起来有股甜味 恨不得现在就一口咬下去 立刻带回去进行烹饪 树鼠煮熟后那肉非常香 可惜分成三份并没有很多 要是能再抓多几只就好了 按照目前的情况 三人组织完成挑战应该是没啥问题 而尼斯组这边 自从安波离开后 他俩就没弄到食物吃了 还一起互相鼓励 觉得挨饿并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翠斯要证明自己 即使没有安波在 也能吃好睡好 打算把安波的床给拆了拿去 当柴火上 反正也不会有人会过来 这样庇护所的空间就变得更大了 而自己则是跑去河边钓鱼 他并不觉得这能有多难 反正把鱼钩放下去 就等一会就有鱼了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真正弄起来要困难很多 等了很久都没有钓到一头 当珍妮忙着收集材料回到庇护所时 就看到翠斯躺在那里摆烂 嘴上还说着 怪安波把水鱼都掉走了 害他没能顺利钓到鱼上来 珍妮只能在那尴尬地听着 安慰了半天 翠斯心情才稍微好了点 为了能够提高抓到鱼的成功率 翠斯只好把那鱼网重新拿了出来 他等会需要珍妮的帮忙 两人带着鱼网再次回到河流那边 可以看到水里还是有很多鱼的 翠斯打算将这些树枝设置成障碍 这样就能引导那些鱼游到缺口那里 到时珍妮在那把网一放 到时就能实现烤鱼自由了 他觉得自己真是个大聪明 现在就看那些鱼给不给面子 很快珍妮那边就看有鱼游过来 立刻冲上去用手抓住 但是那鱼求生欲拉满 正脱离开了 他们觉得这方法有用 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突然鱼网那边有鱼撞了上来 没想到就这样抓到鱼了 就在珍妮想要炫耀的时候 到时候的鱼不知道跑去哪里 这可把翠丝气坏了 看来纳网还得修补一下 反观安波那里已经加入到新的队伍 史蒂夫和约翰看到妹子那时相当高兴 双方简单交流过后 肚子感觉有点饿了 史蒂夫知道安波钓鱼技术很强 带着他到平时钓鱼的地方 而约翰则是到丛林更深处探索一番 安波对这里的池塘非常满意 要比之前那有更多的鱼 史蒂夫刚放下鱼钩 就已经有鱼上来了 块头看起来还不小 安波那边也有收获 弄到一条大鱼 而且诱饵还没有吃下去 这鱼可谓是相当倒霉 短短几分钟就有着不错的收获 在安波加入后 食物瞬间变得富裕起来 约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什么能吃的 反而脚上多了好几根刺 还好回去是看到史蒂夫那收获不错 至少不用担心肚子会饿肚子 安波非常喜欢现在的队伍氛围 他很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挑战 回到营地后就将鱼放到火上烤熟 就是约翰有点小尴尬 自己啥都没抓到 只能靠着队友投胃 吃完烤鱼大餐后 安波到附近打水时 突然看到有辣条出现 吓得他大声尖叫起来 史蒂夫和约翰听到后立刻赶过去 幸好来得及时 不然就要被药咬上 就这样今晚又能吃上烤肉 小日子那是过得越来越好 挑战来到第32天 瓦兹觉得这边的资源探索得差不多了 应该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来了这么久和对岸还没有去过 大家对那非常感兴趣 出发之前先砍下一棵树制造成浮板 这样游泳时能就不用担心东西掉下去了 马特非常期待这里能够碰到一头鳄鱼 它已经很久没有狩猎到了 这边的植物更加茂密 蜡条就喜欢待在这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它们一路走过来都没看到食物 倒是发现水那边有海里鼠的足迹 这是一个好消息 看起来应该刚走没多远 要是能抓到一头 足够它们吃上好几顿了 沿着河流往上游那边走 这边的水源看起来更加干净 不像会有鱼的样子 丹娜这鱼钩试着在这里钓回鱼看看 马特和瓦兹都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刚想开口时 丹娜就弄到一条鱼上来 马特还想嘴硬是运气好而已 后面丹又钓到好几条鱼 这一趟找到的食物 已经够它们吃了 就在它们想着回去的时候 马特突然发现树上有动静 仔细一看那不就是穿了背心的十一兽吗 赶紧立刻拿起弓箭瞄准目标 它还没有察觉到什么 正吃的那是相当高兴 马特这一件射过去轻松解决 块头那是相当的大 我就好奇这肉味道怎么样 自从马特加入后 丹感觉自己都吃胖了 也不知道自己的剑术 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 立刻带回去烹饪成一大锅炖肉 稍微一用力 那肉就会脱离骨头 可以说是炖得相当入味了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肉香 按照目前的情况过完40天 那是相当轻松 马特觉得大家应该挑战一下60天 这样能够分到更多的奖金 丹和瓦兹听到都有些心动 不过要是后面抓不到吃的 自己怕是什么都没有了 马特表示有他在 那肉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哪怕后面什么都没弄到 啃点植物都熬完剩下的日子 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最后在马特的忽悠下 丹和瓦兹也决定要在这里待够60天 不知道大家觉得他们会成功吗 再看看珍妮和翠丝那边 因为暴雨导致水位的上升 之前不知东西都已经用不上了 他们想要在这弄到鱼 需要耗费更多的功夫 没办法 只好到附近看看有什么吃的 本来体力就没剩多少 还得在丛林里到处乱算 可把翠丝喂的不行 最后也只是找到一些果子 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看到蚂蚁在那吃 应该没啥问题吧 将这些弄下来尝试一下 切下来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吃起来就跟番茄差不多 但是这些并不填饱肚子 珍妮试着到之前找到果实地方 幸运的是看到地上有很多还没腐烂的 这些带回去正好够他们吃 虽然尝起来味道不错 但是吃多了对身体并不好 翠丝觉得没必要再到外面 寻找失误了 接下来只要躺着挨饿就行 珍妮总算明白安波当时的心情 她可没办法挨饿到结束 还想着劝一下 翠丝一起弄点柴壶回来 她直接躺得不搭理 两人的关系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最让珍妮没法接受的是 眼看就快要撤离了 翠丝在那考虑着退赛 两人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珍妮情绪一下没忍住 直接哭了出来 幸好安波溜得早 不用考虑这些 她正跟着队伍到丛林深处探索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发现这里有个小水塘 这里的鱼非常活跃 史蒂夫刚放下鱼钩没多久 就已经收获到不少鱼上来了 这里的鱼比营地那边要大上不少 一会的功夫就已经收获到七条大鱼 这样要是让珍妮知道 怕是想跑过来跟着安波混了 目前约翰还没有钓到什么鱼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钓鱼 原本想着弄到条电门 没想到吸引到一条狼鱼过来 虽然求生欲拉满 但还是被约翰给掐住 史蒂夫回去的路上 还发现有只牛蛙 直接拿上石头跑过去就是一杂 今天的收获可谓是相当丰富 安波觉得这才是她想要的团队 大家都为了这次挑战努力 而不是在那摆烂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